这触法了 外送员送餐到一半 被警察找上门 机车直接被原警载回 而他触法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在机车上 贴了这个东西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巡逻车 几个白色大字 贴在外送员的私人机车上 几乎跟真的警用巡逻车 看起来没两样 画面被网友拍下po网 警方随即启动调查 最后在永康中正路一带 找到这名车主 他表示在网路上看到有趣 就买回来贴上装饰爱车 但这样的行为 已经处罚 虽然字样上还贴上了 没有这台几个字 但警方认定这四个字字体太小 还是容易造成民众混淆 有冒充警用公务车的疑虑 最后将驾驶移送侦办 仅仅因为优趣 改造爱车却出了法 因小失大的 还有下面这辆游览车 游览车一路开远光灯 扰乱前方驾驶视线 距离靠近一看 原来游览车的车头中央 装了一盏超亮的LED灯 明显亮过头 这样的行为 其实已经属于违规改装 依道交条例最高可出 9600元罚环 千万别因一时兴起 改造车辆 让自己处罚又吃上高额罚单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华明君 范雅乔综合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